每个女人都希望找到一个懂自己的男人 在以后日子里可以白头偕老 好女人是散变的 很多小心事希望不说明白 却希望自己的男友明白 因为这样可以证明这位他是懂我的 所以我就说几件女人的小心思 一 主动示好 女人总是希望自己被疼爱的那一个 如果你老吵架了 他和你赌气转身就离开了 这时候呆呆地看着他离开 或者自己也往相反的方向走去 那么对不起只能说你太傻了 在很多时候女人的生气都是装出来的 她们只想获得你宠爱罢了 如果你不信 下次你试试强行阻止她离开 再给她一个爱的亲吻 看她还气不起 很多时候一个拥抱就能解决的事情 你偏偏要跟她讲道理 该强势的时候就应该强势 二 女人往往很容易爱上一个经常陪她聊天的人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单身狗 她的消息你要做到秒回 让她觉得你很关注她 在乎她 通常多聊一些对方感兴趣的话题 这样就可以避免没有话聊 或者不想与你聊天的尴尬场面 要通过她所发的表情 语气词去猜测她的情绪 比如她发个哦 你就要懂得她对你说的话不赞同 或者不感兴趣 这时你就需要名字的跳过去这个话题 同时你要去复合她的聊天时间 她要是说自己困了 你就别再缠着她硬聊了 否则将会引起她的反感 三 每个女人都有自己软弱的一面 这一方面是不会与自己不熟悉的人面前表现出来的 反而会特别强势去掩盖自己那软弱的一面 不让你发现 说话去保护自己那弱小的心灵不被伤害 所以如果你爱一个女人的话 你应该去细心地观察她 她真正需要什么 去细心地关爱她 呵护她 去安慰她那弱小的心灵 每个女人都会害羞 都会有自己不好意思的时候 这是一个女人与生俱来的天性 是无法改变的 如果在遇到她尴尬的时候 或者害羞脸红的时候 千万不要去强势地过分追问 虽然会对你产生厌恶讨厌 四 再强势的女人都需要一个家 都需要一个避风港湾 无论什么时候 她们都会对婚姻产生渴望 渴望自己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温馨家庭 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 如果给不了她一个温馨的家 什么努力都是白费 如果你去追一个女人的话 并希望和她有美好的未来 就一定要去承诺她会给她一个温馨的家庭 这样她才会死心塌地地跟着你一辈子 白头偕老 五 女人在谈恋爱时 是不会喜欢一个强迫她做任何事情的男人 但无论什么女人都会喜欢甜言蜜语 什么事都顺着她 让她对你产生依赖感 她必然会在毫无感觉中 不知不觉地爱上你 这时候你就成功了 如果一个女人喜欢你 你做什么事情都是对的 你长得什么样都是帅的 漂亮的 但是如果一个女人不喜欢你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错的 所以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去了解 那个女人是否真的会喜欢上你 第一时间做出判断 如果没有可能的话 请不要去招惹对方 六 女人和男人的心思其实是一样的 只不过一个是比较强势 一个却让人难以猜测 如果你真的喜欢一个女人的话 你一定能了解她的心思 并且如果一个女人喜欢你的话 她一定会对你表露出她的心思 相反如果她不喜欢你的话 她的心思你肯定拆不透 她也不会向你表露出来 七 女人相对男人更感性一些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会因为用事 不考虑后果 这就是她们的天性 甚至作为感情 她们也会感性地去解决 这些都是女人小心思 你了解几个 如果你了解了一定会抱得没人归 我不想让你也可以 � 你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